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星期五對以色列進行短暫的訪問 就兩國在如何應對伊朗核項目問題上的分歧進行討論 美國與以色列都擔心伊朗正在利用他們的核項目發展核武器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鄧普西 星期五將會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、總統佩雷斯、 國防部長巴拉克以及軍方的負責人會晤 有關這些會晤內容的官方訊息很少 但是以色列媒體報導說美國官員預計會敦促以色列 不要對伊朗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 以色列沒有排除這樣做的可能 美國傾向於對伊朗採取更強而有力的制裁 美國一直試圖在制裁問題上獲得更多國際的支持 並表示軍事打擊可能會進一步導致中東地區的不穩定